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 康老师 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的 2023年声乐技巧的第24讲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高音当中 我们的A如何去唱好它 好 那还是一如既往 我们会分享两个大点 然后当中呢 我会把 主内的基督教的一首歌曲叫做 你真伟大当中的句子 我们拿来 作为我们一个恋声的恋声区 好 那么我们先分享第一点 高音当中的A 所以这个A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找到A的感觉 它其实是在A那个基础上 只是把舌面顶起来而已 好 你看 你看 我这个地方 它没有改变 我这个地方 你看都是 这个A的时候它是非常靠前的 你看 一个靠前的一个声音 所以你想使这个声音非常的明亮 更具有一个靠前 穿透力的色彩时候 这个A可以帮助我们 更多去明白这个声音 往前行 这样一个云字母 那我们呢 就用这个声音来把这个 李真伟大那个副歌部分 也是最难的地方 就那一句 我们呢 就把它加进 你看 开始呢 还就用A 到 所所多 多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用一个A 都用A出来 那这样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从A的基础上 再往前 只推你的舌头部分 就感受这个集中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小点 你看 我们用A 推出一个A 我们也可以 这首歌曲 你可以不同的调 你看 我们用C调 它原本调是降B调 我们就用C调 再试一次 更高的 这个大二度 还是也用A 你看 保持住 A的直顶 那个舌面 你的A字 要特别记得 你在A这个同时 你这一块地方 你不能发紧 还是在你的 腰系 这个地方 保持住 这个地方的对抗 保持对抗 那么再来 刚才我们说 是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点的里面 所以在A的基础上 所以同时呢 也是注意你的情绪的调动 情绪 我林歌唱 那很容易你的情绪 调动前哲 那个很容易 打到那个点 那么再来 第二个小点地方 特别注意 当我们这个A的时候 你保持出 其实它是很容易 找到你的高位置点的 所以你的高位置 这个地方 你不要让它掉下来 什么意思呢 你把A散了 要集中 集中在这里 我们试一下 用个练声 我们这种语言调 你看那个点 点不要太宽 不要 好 裂开了 你看你裂那个声音 就达不到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 你的原音的时候 跃到高音的时候呢 一定要收拢 聚焦 好 是这样 这首你真伟大 它也是通过 它这间跨度其实蛮大 特别是针对咱们这个跨度 大的时候 有个要分享一点 就是你唱跨度非常大的 那种感觉 其实你不应该用很大的 那个位置 那种很 就很大的一个位置 去唱它 你应该呢 你看 你不要用 那种感知 位置来唱它 你就把它唱小二度的 你看你 你读RAM的时候 你的位置不会变得那么大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就变成 一点点变化位置而已 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当我们唱了度数小的 你就要用大的这种跳跃性来唱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唱这个时候 你要保持你的高位置 高位置 比如这首歌一样 就是这首你真伟大前面地方说 你就不用不需要跨了很多的部分 也就是在小聚焦当中 但是这个度数低的 你就像把它当成度数大的跨语来唱它一样 这样的话 你就容易保持这里 也保持你的背景 是这样 把这个调呢 再升高一点点 再试一下 好 我们还是用这个低调 感受一下 情绪兴奋 虽然它度数跨很大 但是用小一点的感觉 你再上上去很轻松 集中 在那里 好的 今天呢 就是我与您分享到的 这个高音中的 A 如何唱好它 如果您喜欢我的教学视频 也欢迎您点赞及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呢 也欢迎您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期待下一讲的再见 好 拜拜